已经晚上11点了 应该不会排队了 这里的医护人员都是晚上6点到早上7点通宵做核酸的 真的是太辛苦了 真的不容易 赶紧跑跑跑跑 哇 这个点还有这么多人 人少了 基本不用排队 这玩意儿都通些了 因为通宵的对吧 辛苦 那你们就站在这里 看能睡一会儿 不容易 挺过去 很快结束了 第二张金牌拿到了 又可以用两天 现在要回去睡觉了 回来了 十分的感动了 刚刚做核酸的时候 和那边几个小姐姐交流了一下 他们都是和我同龄的 都是95后 有些是志愿者 有些是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 想想现在我们回来睡觉 休息了 洗个热水澡 开个空调 但是现在室外温度是三度 他们要在那里工作一晚上 直到天亮 真的太不容易了 也不知道说什么 只是希望这疫情快点过去 快一点 外婆家的小区也开始全员核酸了 外婆是晚上九点下去排队的 现在终于快到了 高档小区有篮球场 大灯一照如白昼 我们老小区只能摸黑 终于做完了 11点走回家 老师们 老师们人没关心的 嗯 那一人可听到 要得像风车里的暗门呢 那一天不难 这边上一阵风在那里 哦 接动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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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一张车都抖了 一张车 一张车都抖了 哦 一张车都抖了 越是够得了当个鬼位 老师们 老师你也不得了 也不得了 好 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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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起床了 今天要去做核酸 快点我去叫妹妹了啊 你们快一起来 起床了妹妹 姐姐今天我们要做核酸 早点起来啊 帮忙 好我拿毛衣给你啊 这一串啊 他给这个人穿上了衣服和裤子 哈哈哈 妈妈 你不记得我昨天的牙齿 长了一颗牙齿在我的里面吧 你看看 你牙齿好了 啊 啊 看不见 哦 看见了 哎里面长了一颗牙齿出来 那现在我们又不能出去 我连买菜都不敢出去 万一出去就变缓马了 今天我们第三次做核酸了 马上到你了啊 马上到你了啊 做完一个消消毒 口罩从下面掀开张大嘴 配合得很好 下一个到妹妹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脸都睁着了 哈哈哈 你拿了吧去拿 谢谢 嗯嗯 你就跑啊 还不等等我啊 朋友们大家好 自从2月14号出租爆发这个第二轮疫情以来啊 嗯 好多地方都封闭了 我的工作主要是市场开发 所以说这几天啊 都没有出去跑 就待在家里面 然后自行联系客户啊 自从2月14号疫情爆发以来啊 我住的所在的小区啊 今天要做第三轮核酸检测了 待会儿我给大家拍摄一下 这疫情下的苏州人民是怎样做个最艰难的生活的 这些街道上的这种服务行业 像这种族裔店啊 美容院啊 全部都是关闭的 街道上整个显得非常的空空 也没有多少这种活动的人员迹象 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冷 今年其实损失症惨重的还是这些实体店 他们开的话没有顾客 这条街大部分商铺主处于关闭的一个状态 我们看一下这个木都最大的一个商场 天红有没有关门 看一下大街上基本上没什么人 自从2月14号苏州发现这个疫情以来啊 苏州这边好像就按下了暂停键 大街上的人员也是非常的稀少了 地铁是没有停运的 公交车也没有停运 只是一些成绩客业汽车体面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条路是木都的一个主干道 金山南路 马路上的话 基本上都没有几辆车子在跑 今天买点菜吧 超市里面菜供应是非常充足的 是买了一点菜 目前的菜价相比之前的话有所上涨 大概涨了10多块钱 这个小鸡现在是分发食物 今天是下午2点钟开始了 现在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消毒内军 现在已经排了这么长的队伍了 消杀结束了以后就开始检测了 目前现场已经排了180号人了 这个队伍越排越长了 这已经是第三轮了